哇 今天早上入境大廳超多人的 然後今天有Peter 嗨 你為什麼拋棄棄子要去City了 要去新加坡航空的貴賓寺 不要再說了 我很想我兒子了 這種事情就一回生而回收 你知道嗎 好 我開始熟練了 開始熟練 好 各位孩子們早安 我是老爸 今天我們要進去新加坡航空的貴賓寺 聽說它裡面最厲害的是肉骨茶 肉骨茶 嗯 對 我們這次做的是長龍的商務艙 因為我們一起來搭七八七的手航 我會把影片放在這裡 如果有記得的話 那因為一樣是星空聯盟 所以可以進去新加坡航空的貴賓寺 也是一位粉絲告訴我 所以很謝謝他告訴我這麼好的資訊 因為其實樓上的貴賓寺 The Garden在那邊 然後Infinity跟The Star在The Garden的後面 給了爸 今天要第一次進貴賓寺有什麼感想 我進過貴賓寺 但是我沒有做過商務艙 喔真的 你要說去哪邊的貴賓寺 我是去那個長龍的 好像是 The Star 昨天我就跟粉絲聊啊 然後我就想說今天要進哪一個貴賓寺 長龍最高級的是The Garden 如果你常在國外走 就知道如果以租場來講 長龍的貴賓寺就是略遜一點 那今天我們就一起去看看 新加坡的貴賓寺 走 Let's go 有人剛用過 剛用過 我們要先確定 好 我要確定 對 那你先把這個放在桌子上 好 好 謝謝 你的飛機是 開早10點10分了 好的 OK 你慢慢享用 我們的招牌菜是肉骨叉 還有滷肉飯 好 那其他的餐點不太一樣 你今天可以試試看 好 謝謝 謝謝 剛才進來啊 櫃檯非常的親切 他看到我們在拍照 就過來跟我們打招呼 然後就說我要整理得乾淨一點 我覺得很不錯耶 重視門面還有形象 對對對 新行一向都是這樣的 真的非常棒 其實這邊跟大家講 聽說很多是拿長龍商務艙的人 的票啊 都來這邊吃肉骨叉 內行才知道 我今天才講姿勢 原來拿長龍商務艙的票 可以寄來這邊 超棒的耶 我們坐離大台近一點好了 今天我要跟Peter約會了 好害羞 剛才我說要洗澡 他給我一個號碼牌 這1號是用不鏽鋼做的 蠻酷的 不是用震動器 這邊基本上沒有什麼view 外面就是停車場 不過人真的很少 你看 這邊最帥的大概就是Peter 這個view可以嗎 這個view不行喔 不可以喔 然後這邊過來 這邊是一個非常長的走廊 整個貴賓室是很下場的 不過就是很舒服 人很少 如果這個時間去昌龍的 一定能多到達 聽說他的招牌是肉骨茶 我一定要喝喝看他的肉骨茶 到底好不好喝 我們先看一下他貴賓室的餐點 到底怎麼樣 欸老婆不帶解禁了 你現在喝幾杯 蛤 先來一罐提神飲料有嗎 我現在有點想睡覺 不行 這個時候你就是需要兩瓶啤酒 兩瓶啤酒喝下去 你就馬上睡了 那老爸待會要帶我去哪裡嗎 沒有 沒有 我們先看一下他的飲料吧 其實他飲料吧還算豐富啦 就是像豆漿烘茶什麼都有 還有果汁優格 然後這邊就有可樂 啤酒的話有 台啤奇令海尼根 啊有海尼根耶 先來瓶海尼根好了 蛤 海尼根那是我的精神糧食 再走過來一點 看到三明治 然後這邊是咖啡 這邊有些餅乾 然後這邊蠻多酒的 大部分都是威士忌 當然還有一些調酒啊紅酒啊白酒都有 這邊有些醬料 這邊有米飯 看一下他的米飯 哇看起來蠻Q的 因為這是台灣的口味 不是硬的 然後看一下熟食吧 熟食的部分 這邊有馬鈴薯青菜 還有一個炒飯 這個是滷肉飯 欸他的滷肉飯非常的香 感覺蠻好吃的 等一下來吃一點吃吃看 這邊有雞腿 鍋貼他的蛋 欸我覺得他這個貴賓寺的熟食啊 真的不會輸給昌龍 就是他熱食還蠻多 而且很多 因為我吃碳水吃比較少 所以很多生酮也可以吃 再來看這個 欸這個就是他的招牌肉骨茶 這個等一下我一定要來喝一碗 感覺超棒的 然後這邊有皮蛋瘦肉粥 這個是波士頓派 麵包部分這邊有大蒜麵包可送 還有一些小餅乾 然後這邊有個小烤箱 蠻喜歡這個貴賓寺 最主要他人很少 他不大 像你看我後面其實整個範圍沒有很大 可是他就是人不多 非常棒 肉骨茶欸 這個肉骨茶看起來非常厲害 我來吃看看 不過這筷子有點遜 他的筷子是三筷子 對啊他這筷子感覺上有點 我來吃看看 他沒有吃什麼 對啊 新加坡人不用筷子 真的還假的 新加坡不用筷子嗎 有新加坡有啦 新加坡華語那麼多應該有用筷子 然後這肉骨茶 真的很多人推薦 我一定要吃看看 欸他這個肉 蠻厲害的 我跟你講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 你看起來不是雞腿 你應該會有點硬 可是你吃起來其實他燉得很夠 對所以蠻厲害的 就吃起來不會柴柴的 有些肉我最怕吃起來是柴 對其實是嫩的 就是 它是豬肉吧 對豬肉 我喝一口湯看看 然後 其實我不太愛喝新加坡肉骨茶 就是我那時候去吃松發 或吃什麼黃西洋 我覺得他們的味道都比較重 不是不好吃就是我個人口味的問題 然後我比較喜歡的是馬來西亞的感覺 就是比較甜一點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胡椒 我喝一下這個吃看看 我覺得他這個是中和版 有點保留馬來西亞的味道 有點新加坡味道 就是不會太辣 然後又有點那種馬來西亞的味道 感覺非常不錯 難怪大家都推薦要來這邊喝肉骨茶 然後Peter 你是西式主義的 欸你不要喝這麼多 一早上就在喝啤酒 這樣好嗎 跟老爸出來不喝個海泥羹 感覺怪怪的 這樣不行喔你 怎樣 你看 Peter在吃沙拉 很健康 非常棒 早上起來一定要先吃沙拉 然後配個老人家豆奶 整個老人家的感覺 這個其實是老爸的 我會穿衣服 沒關係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是男生的 喔有兩間 沒有三間啦 啊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是 喔對 這也是一間 另一間 這也是 喔好好好 謝謝 好謝謝喔 謝謝 浴巾在 喔在這裡 好謝謝 拍好拍一點 謝謝 謝謝 我真的覺得新航啊 他們很注重於形象跟品質 從我一進來這個貴賓室 他發現我有拿攝影機 我跟大家是沒有任何合作的關係 他都把東西都照顧得很好 他有問我是做什麼的 我就說我是從事影片創作 所以為什麼新加坡航空的這些 形象一直顧得這麼好 我覺得都在這些細節上面 真的很厲害 也許在貴賓室來講 他不是最大 也不是硬體什麼多高級什麼的 可是在軟性的服務啊 我覺得 他真的 目前來講 台灣的貴賓室 我也去的差不多 我覺得是 目前是最好的 真的是不簡單 非常棒 剛才那個阿姨啊 就是笑得很可笑 還交代了我們要拍漂亮一點 這個是貴賓室的大門 整個貴賓室只有兩間 零一間 一進來啊 就有一個換尿布的檯面耶 這也是我第一次在淋浴間看到 然後蠻貼心的啦 他這邊都有一些殘障的服務的部分 馬桶是偷偷 新跟蔡林最愛的偷偷 這邊也有馬桶做的衛生紙 非常棒 整個來講阿 他的味道是稍微比較 那種木頭 比較典癢 然後有點傳統的感覺 不過整體來講是蠻舒服的 一進來就有個香香的味道 然後這邊有個洗手槽 啊 香香的部分就是這邊 這邊有香 然後吹風機在這裡 這邊有藍 哇 鏡子裡面有個帥哥 就是我 啊 登記廣播 搭乘 華信航空公司 九 九 PARTING FOUR 夏門 O A門 Elupe Tiaui Digo 貴賓寺的浴室 有廣播耶 蠻酷的 這邊有個鏡子 這邊有個紙巾 紙巾 它還有一個三角耶 真的非常注意細節 我們看一下他們清潔的用品有什麼 這邊有護手露 樹頭水 刮鬍刀 牙刷 欸 這邊還有一個梳子 跟乳液 以整體來講是非常乾淨非常舒服的 這個淋浴巾啊是乾濕分離的 整個來講啊 它裝潢真的不是非常的辛苦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保養啊 都維護得非常的不錯 好笑喔 大家可能會發現我每次來貴賓寺都會洗澡 你真的你洗過一次啊 你就會發現你上飛機的那種感覺真的不一樣 我之前一直沒有注意到這間貴賓寺 可是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的硬體雖然真的不是很高級 服務人員各方面來講 用餐的餐點啊 我覺得在台灣的貴賓寺來講 也真的算是名列前茅 真的非常不錯 我現在開始覺得這廣播有點吵 一直打斷錄影 我覺得台灣 啊 又在廣播又在廣播 因為它一直廣播我就邊出去邊講 我自己認為啊 台灣貴賓寺的硬體第一名應該是國大航空 可是國大航空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就是它沒有淋浴間 這間新航的貴賓寺它是比較中型的 如果你真的是 你剛好打他心濃的真的檢驗來看看 不會讓你失望 皮特你在笑什麼 我在想說你什麼時候會拍新店 蔡依林洗澡 今天的影片就已經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分享 然後也不要忘記去訂閱皮特吧 我們明天見 掰掰 掰掰 就看了 глуп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